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这一节的国语新闻 首先来看到体育消息 由县府与中华民国体操协会 共同举办的102年全国体操锦标赛 今天开始在县立体操馆 进行围棋两天的赛事 总共有来自全国各地370位的 体操好手同场竞技 要带来精彩赛事 体操锦标赛共分为 国小、国中、高中、大专、社会等四组 共有来自全国各地370位男女好手来参赛 教诸成队、全能、单向等项目的优胜 而我看我们今天除了少数大方组的 社会组的这些年轻朋友以外 我们有国中组跟高中组的这些年轻朋友 都有机会去明年到南京 参加我们的七点奥运 希望我们藉由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赛会里头 能够让大家大显身手 能够在彼此的交流 彼此的学习当中 让每一个人的技术都能够更大的进步 中华体操协会理事长朱寿千表示 体操已经被教育部列为重点培训项目 协会也会推派优秀选手到日本、美国、俄罗斯等体操 强国进行一地训练 提升选手技能 希望能在国际赛夺得夹击 比赛变列入教育部重点中的重点 连性效果 我希望我们的选手、我们的教练 不要忽悟我们教育部队伍的期望 提升协会也希望能够多位 选手到世界各地去比赛 当然十一的比赛是最重要的 我们除了跟中国的提升 跟协会也有密切的关系以外 最近我们也开队到日本去参加 去一地训练 将来有机会 我们也希望到美国、到俄罗斯 去那边去训练、到那边去比赛 锦标赛明天还有一天的赛程 对体操有兴趣的民众 也可以到场为选手加油打气 一安新闻记者赖福先从不到